凌晨五点多天刚亮 机车行车系路器拍下 重机驰省在省道台九线台东路段 速度越来越快 这时重机突然越过中线 冲进对向车道 就在撞击货车前 机车时速来到183公里 从货车角度看 机车越过中线 直接朝他冲过来撞上驾驶座 车祸的现场 机车车身断成两节 将近50平方公尺内 满是散落的重机零件 货车车头严重凹陷 驾驶被困在驾驶座 消防队到场把货车驾驶救出送医 他的意识还清楚 但重机骑士就没这么幸运 强大撞击力 重机肉包铁 骑士当场身亡 车祸后不少人意测 双方怎么会撞上 还有人认为大货车问题较大 但随着双方行车记录器曝光 证实是重机逆向 只是骑士好端端骑着车 怎么会突然偏斜 事发经过警方还在厘清 欢迎新闻 宏林辉 陈居易 台东报道 哈喽 我是张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